第一種方法是用留白筆 使用前就是搖一搖 然後 你要找一張紙 確定說他的 留白液已經到筆頭了 然後你就畫 畫葉脈 好 然後我必須等他乾 第二種就是用我們小時候常用的這種蠟筆 然後你可以先預留一下你想留的 夜脈的位置 夜脈的位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四種 你要拿出一個尖尖的東西 我是用原規的這個尖尖的地方 然後你就要 你就要開始 趁他還有一點水分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像我是這個可能太尖了 所以皮有點被刮起來 不過你不要用那麼尖也是可以 好 好 就是這樣子 第五種就比較 不好意思說 就是留白 你畫的時候先預想 他中間有一個葉脈 所以 你 盡可能的留白 可以進屋 我可以盡可能的留白 蘆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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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植鉋 植植芽 塞芽 好 好 等這片葉子全乾之後我們就可以用牛奶筆 來替它上色 然後這個就是用 豬頭筆 好拉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五種畫葉子葉脈的方式 希望下次你畫葉子的時候也可以提供你新的選擇